中文字幕 李宗盛 勝利就是其實就是我爺爺他們以前雜貨店的名字 然後就是這間雜貨店 因為這間這個空間其實以前是我爺爺他們的幾間雜貨店 會叫勝利付費 其實那個不費有很多個原因 有很多解釋的方法 我爺爺以前的商號的名字就沒有被廢掉 就沒有廢 然後也有部分就是我們那種 就是我啦我之前就是一直賴在家裡太廢了 然後我又養兩隻很廢的貓 這家勝利不費商號負責人是泰冕孤軍的後代 如星辰和男友一起經營著屬於爺爺的圍役 雖然調侃自己很廢 但這不費其實還有另一層意義 因為我們平常出去擺攤 其實還是會比較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帶 就是不要使用一次性的餐具 如果有些人自己攜帶他們自己的環保餐具 我們也會做一些不利或展覽 然後這也是不費的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這家商號從早年的雜貨店 變成賣著雲苔料理的複合式餐廳 有時展覽個老照片 介紹所謂的抑鬱孤軍 有時也大力推廣在地小農的產品 當然還有獨特的雲南香料 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比較像是 因為我想前幾年有考到研究所 然後研究所那時候就想說可以做一個 希望可以做一個家族的 家族的歷史調查 我男朋友他就有在想說看媽媽 要不要從一些菜啊或是 像我媽做的菜很特別 就是看要不要從這個地方做切入 所以男朋友就 就常常跟在媽媽旁邊看她 記錄她做菜啊或是 整理一下她的食物 想說可以透過食譜來整理一下 那個家族歷史 就是我們家常常就是會使用一些 像大蒜油啊還有花椒炒果油 就是它會是一個 雲南比較常用的一種香料 然後去把它煉成油 再加進各種食物裡面 這部分他都會有加的東西去做調味 就是會跟一般的外面的食 的餐點會比較有點不一樣 就之前他們來學校前面擺攤的時候 我們會去吃 對啊因為夏天吃這個 會比較鮮爽 料理的方式跟香料跟呈現的這個味道 就是跟以前吃過就沒吃過 然後就很入味 就是其實開店的時候 你還是會很糾結 在那個食材成本上 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在中間 取得一些平衡啊 住在這邊開始之後 就有認識很多地方的小龍 然後就是很希望可以 跟他們有多一些交流吧 就是我們自己 不是誤懂這一塊料就算了 可是我們還是有能力可以去 就是在這個領域裡面 都跟他們去做接觸這樣